大高雄太陽光電成果展典禮開始 工具已奠定高雄市邁入光電綠能大城 經由工庫局今年七月光電法令陸續到位 今年高雄光電的設置增加速度 連續全國各縣市排名第一 而且今年高雄市太陽光電的設施費案 數量是全國第一 既有195個案子通過 並且我們首先結合八大工協會的建設 太陽光電維合的平台 建立全國第一屆違建鐵林屋的 古典創新事故的工法改設 用太陽光電設施案例成果封錯 舉目共睹 首先我們要歡迎中華民國太陽光電 跨電系統商業同一工會 林山城理事長為我支持 林理事長請上臺掌聲歡迎 請上臺掌聲歡迎 請上臺掌聲歡迎 並感謝公務局 洋局長明周與建管處黃處長志明 積極又十分熱誠的推動 充分的展示會議的效率跟誠意 貨真駕駛駛的公務人員楷模 這是我們公會感受到的 公務局會落實陳局市長打造陽光高雄的政策 發揮在地製造環境的優勢 陸續在今年4月公告發布 建築物屋頂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辦法 接著7月又實施綠建築自治條例 與太陽能光電設施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接著9月又通過了光電智慧建築標章認證辦法 並搭配7月發布補助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實施計畫 即10月啟動光電媒合等 六項全國醜創的光電建築法令與機制 這是值得我們中央要多多學習 要知道如何抓住問題的核心 強化行政效率 我是中華民國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位公會理事長林三成 本市本公會有11家16個攤位 將近50%的支持 對大高雄推特綠色人員的支持與協助 本公會有上百位會員 為台灣的綠色人員努力 為綠色產業努力 目前全球安裝量有100G瓦 等於多少 16座核電廠的滑電量 價格 太陽能的價格 從每K瓦40萬 降到現在每K瓦只剩到7、8萬 台灣太陽光電的產值 在全球占有率16.7% 但是安裝量不到千分之一 這對產業來講 是一個很壞的示範 而且把生產所製造的污染留在地 對納稅人是一個非常不道德的事情 所以說高雄市政府與我們這些綠色置業 合作大量推動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設施 絕對是最佳的時機 是非常有道德的事情 後代子孫一定會感謝我們 中央戲像局五年的數據 高雄是排在前三名 它的等效時間有四等一度 也就是說 如果市民你投資10K瓦的太陽能 你每年會有12萬5千塊的收入 你可能6到7年你就回收了 政府收購20年 也就是說你的投資報酬率有三倍 也就是說 我們要感謝市長 感謝黃署長 提供這種補助措施讓大家有錢賺 又美化大高雄 檢測節能降低污染 又能創造就業機會 希望高雄市政府能夠再接再厲 能再加碼 市議員如果不了解不清楚 公會願意來替市政府說明 讓我們攜手共創 全世界全台灣的No.1 最後祝福高雄市 也祝福台美永續論壇成功 大會圓滿 謝謝 非常感謝林理事長的支持 理事長請回座 謝謝 我們恭請市長 請支持 謝謝 今天在場我們所有的貴賓好朋友 那謝謝 一直支持我們太陽暖光電 吳秘政吳秀燕 謝謝李亞敬議員 謝謝今天我們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的商業同業公會 剛剛我聽到你的演講 臺灣區電氣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莊理事長 中華民國太陽熱能商業同業公會 黃理事長 今天應惠所有的貴賓所有的好朋友 首先要謝謝我們公務局 楊局長 我們建管處 黃處長 包括我們經濟發展局 南局長 他們在推廣太陽門光電的過程 必須要有承擔負責 還有要有若干的勇氣 同時在這個過程之中 必須到議會 來跟我們所有的議員說明 讓議員也能夠來支持 這樣的一個進步的產業 這個部分 我們楊局長 黃處長 我們還有藍局長 真的謝謝你們的辛苦 有一天 吳一正議員在執行之中 他說我們的建管處 黃處長 晚上九點多還在辦公室 還沒吃飯 那我就覺得壓力很大 我也覺得我們的同仁很辛苦 但是今天看到我們大高雄 光電的成果展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那大家都是為打造高雄市 能夠成為力能的城市 陽光的城市 那市府各級處在推動太陽光電 在深能源跟立建築的策略上 那我們謝謝民間的好朋友 提供我們很多好的意見 也謝謝我們專業的議員 在這個過程之中 給我們很多的指教 我們真的很感謝 那公務局為了推動 整個高雄既有的 還有新建的社區 裝設太陽光電發電的系統 那從法令的制定 還有計畫 整個策略的執行 我們是鼓勵民眾 在自己家裡的屋頂 設置整個太陽光電 我們希望能夠讓高雄市 成為生態力能的城市 光電智慧建築的城市 來促進我們城市環境永續發展 跟節能減碳 大家都知道高雄過去 是一個重工業的城市 我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是高居幾乎全世界的前忙 前幾名 我們不敢說 其實幾乎 我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非常非常的嚴重 所以這些年 我們做了很多的努力 但是我會覺得說 今天我們如果在這個 太陽能光電上的推動設置 那增加大家對太陽能光電的認知 還有應用 那我是認為 對未來我們二氧化碳的減量 是非常重要 也是對地球間接直接的貢獻 我們認為真的很重要 大家知道我們最近 伊克里我們任揚馬爾蒂夫 這個國家可能在未來的十年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因為海水到現階段 十年以後這個國家還可不可能在地球上還是在海底中 現在全世界的人都在努力 那我會這樣講也是 認為說我們高雄的期間 如果按照我們上一次中央研究院 汪中和教授他的意估 在這個四季末 我們的基金差不多一半 可能會被海水淹過 如果我們不努力的話 如果我們努力 那我相信 我們對於未來高雄永續的發展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今天整個太陽能光電成果展 我們邀請經濟部能源局 太陽光電協會 跟其他的這些民間法人等單位 來參與這個成果展 那我們現場也提供業者跟民眾的媒合平台 來展出優良的台灣太陽光電的產品 相關製造的設備跟材料 我想在這現場大家都可以看到 那這一次的成果展示的活動 我們將跟進行廠商跟市政府合作的 意象書的簽約儀式 我們藉著這個機會 向國內優秀的太陽光電相關的廠商 介紹給有意願投資的人 來促成市政府推動發展太陽光電應用產業 重要的策略的政策的目標 未來我們也會持續舉辦 光電智慧建築的認證活動 希望全體市民 我們的市民朋友 希望大家都能夠共同參與 來落實大高雄 成為綠色城市 這樣的號碼 那當然我在這裡也要替我們的同仁 再一次的跟公務局 精華局 我們這些夥伴說大家辛苦 也謝謝在上個月的22到26日 我們的公務團隊等等 參加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集辦的世界遺跡城市的競賽之中 在80多個城市 153個社區 這種激烈的競爭中 脫穎而出 高雄市得到一個金牌 一個銀牌 上面的銅牌 可以說是 有史以來得獎最多的榮譽 謝謝我們的團隊 那所以今天我們在推廣 在太陽光電 所以這個必然真的在國際間會 大家看到高雄的努力 那我們的進步 真的謝謝大家的支持 最後要謝謝我們在場的李亞金議員 吳亦正議員 也謝謝我們在場很多的 專業的工會 協會 系統業者 那還有很多我們關心高雄未來發展的市民朋友 在這裡跟大家說謝謝 有大家的支持 高雄會在發展整個太陽能的光電上 一定在這個部分 會有很大的進步 跟大家說 我們非常感謝城市長的支持 我們非常感謝城市長的支持 我們為打造高雄陽光城市的形象 也落實城市長主張的生態 經濟 移居 創意 國際的五大核心價值 我們宣示 打造高雄為綠能城市 我們今天除了這個備忘錄的簽署之外呢 我們也邀請了高雄市本地的光電系統產業 以及遠從中北部地區的廠商也共同參與 我們今天的成果展 接下來我們邀請四位代表起身合影 我們也邀請我們的吳怡鎮議員以及敬雅議員 好 非常感謝各位代表 再來我們邀請高雄市本地的工會 董吳冠英理事長 請上台 我們邀請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楊清副理事長 請上台 我們邀請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陳兆榮技師 請上台 我們邀請台灣區電氣工程工業同業工會 莊敏哲理事長 請上台 接下來我們邀請高雄縣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工會 劉文城理事長 請上台 同時我們也邀請吳怡鎮 吳議員 請上台 我們邀請林雅敬議員 請上台 我們麻煩各位代表敬出上台 謝謝 最後我們邀請高雄市大家長陳菊 陳市長 請上台 該不會 我們前往 好 感谢我们请市长以及所有代表的 往前我们在一起合议 谢谢 我们非常感谢市长及各位代表 今天首先是